张宋楚老师 什么紫薇命格的人 虎年啊 今天这个虎年 所有的不开心都会过去 来来来 牛年觉得不顺利的朋友 赶快看过来 虎年 赢工的位置 其实每次在交运 运势转换之前 往往是黎明前的那种黑暗 所以牛年过得越不舒服 越不开心的朋友 这时候要仔细来看 你如果走到了 赢工有巨门心的朋友 恭喜你了 巨门这颗心 我本人 你本人 对 今天我有巨门 对 而且你还是命工的巨门 对不对 你还不是只是流年走到巨门 所以赞 巨门这颗心 表达力 说服力 我们刚刚看文婉江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两个力很强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牛年觉得不开心 受到委屈 不知道怎么辩解 甚至是非禅身 乃至有些人官非的话 好 这时候进入赢工巨门心的时候 不要害怕去面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表达力跟说服力是要练习的 是 其实不妨可以先写一点草稿起来 然后碰到事主 然后碰到事主的时候 状况的时候 你环坎而谈 把问题解决 这时候小人容易变成贵人 所以这是巨门心 走到了营工虎年的朋友 一定要去记得的 加强你的表达力跟说服力 绝对走到哪里都顺利 再来是紫围心 虎年的紫围 因为话权 所以政财运跟官运都很好 因此在紫围 走到紫围心这颗心的朋友 要注意的地方也就在哪里 既然是政财跟官运 所以你在现在的职场 即使做得不太开心 刚刚讲牛年可能有人给你 小鞋子穿过得不舒服 这时候要坚持下去 不要轻易地谈离职 所以往往有的时候 人家故意给你小鞋子穿 其实正在考验你 你的本领如何 这时候能够顺利度过 升官发财的机会非常好 最后这是太阴心 走到太阴心的朋友 太阴这颗心是 小心使得万年传 景延盛行 而一旦景延盛行 2022年不管有什么样的不顺利 忍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 很多事情都会云淡风轻 以前大家都讲说养儿防老 但这是养儿防老吗 我们还是自己准备好比较好 这边问一下郁峰说有一位父亲 年老中风之后 竟然被儿子虐待的不成人形 对你知道吗 前几年不是很流行那种空拍机吗 然后空拍机 大家飞上去 然后拍这个台北啊 飞这个新北市啊 这个风景很漂亮 结果他拍到了一个老先生 在一个这种独栋透天错的楼上 跟小狗羊被绑在顶楼 是假的 他那个地方很特别喔 那个地方其实你知道吗 很多地方啊在过去 比如有点像官社 什么叫官社 就是比如说你是服役 或者是你是在公家机关 或者是你在哪个单位 那这个单位呢 他就是说 我们就是让你可以住到你往生 对 那你这房子你就继续住没有关系 那如果你往生之后呢 不管你是太太还是有小孩 有些比较好的太太可以继续住 但如果是太太也走了 就会请你离开 那这个老先生呢 以前听邻居讲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 那管教小孩就比较那种军事风格 加上他的工作很忙碌 常常要去外地出差 然后呢一个月就是回去一次 那一开始呢 他们都会 这个先生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东西 那小朋友都很喜欢 可是过没有几天就开始苦闹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先生呢 对小孩非常的严格 军事管教 对 军事管教 你要好好念书 问题是你很久没有回来 那小孩的功课有时候 就是跟不上嘛 那那个小孩子 听说从小功课就不好 然后就打啊 骂啊 等到这个老父亲慢慢大了之后 慢慢老了之后 小孩子因为没有办法 得到他的喜爱 所以也在外面去做事嘛 但是也发展得不好 但是老先生慢慢地 就年纪大了 然后中风 这个儿子呢 就赶快跑回来 大家以为要来照顾他 其实不是 他在外面也混不下去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房子 不用钱的 又是独栋的透天的 他就要回来啃这个房子 可是呢 他一开始想要把这老先生赶走 丢到管他去哪里的安养中心 反正越便宜越好 可是呢赶走没多久 就发现不行 因为单位会来看 如果你这个老先生不在的话 你就不能够继续住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要应付这个三到五个月 有时候来一次 他就又只好把这老先生接回来 那这个爸爸已经中风了 中风你话都讲不清楚 就任他摆布了 对 就任他摆布 他也我觉得蛮恶止的 你这个爸爸 人家来访查的时候 他会讲话 有时候讲一讲还流口水 那你就弄一个房间给他 然后请一个庸人 帮助来帮助他 他不要 他就是有点心理就是 以前你这样子打啊 骂啊 不要报仇 对 他就把他报仇 就把他丢在上面 可是你知道 这个东西画面拍到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活的 还是死 你说丢在 顶楼 独栋的顶楼上面 对 顶楼 然后现在顶楼 能拍到还没有遮蔽耶 对 他有一个透明的雨遮 可是是透明的 因为你现在围剑不能够盖起来嘛 所以呢 就是你太阳下眼 还是会晒得到 拍到老先生是 就是被绑着 然后穿一个那种汉衫 对 然后呢 裤子也是衣不避体 这样子 大家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个怎么对啊 对啊 但是我一直把他救出来之后呢 其实已经是 瘦得皮包骨了 那他什么时候吃饭 这儿子想到的时候 就丢一点东西给他 然后没有想到 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水就像真的是 真的是 你来想想 他就弄一盆水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比宠物都还不如 好可怕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养了这个小孩子 你倒不如不要有这个孩子 哎呦 是真的 以前都说棒下出孝子 对啊 现在又不一样 没有 真的 来问一下高警官 所以你有一个同学 对 不务正业到现在 还在给老母亲制造困擾 因为我念的学校是 你同学现在几岁了 跟我同年 五十六岁 五十几岁 还给老母亲制造麻烦 因为我那时候念的学校 我是跟我爸爸 他这里掉哪里 一直掉 我们就跟着转学嘛 所以我念的那个学校 几乎都是军人的学校 或者几乎都是公务人员的学校 那我那个同学 其实我跟他没有什么互动 也不喜欢跟他来往 可是他 因为我们有一年的同学会聚会 互相联络的电话起来 那我那同学跟我同年的 可是他 因为我知道他从年轻 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他讲真的 他就是不务正业 对深色场所是流连忘返 所以他有个妹妹 跟他的母亲 那他们就一起住在一起嘛 那我刚刚讲我那同学很喜欢流连忘返 那种特种行业 居然为了女生 跑到特种行业去当干部 自己的女朋友在里面上班 自己开始抠客 自己开始就是在里面上班 那存了一点钱 因为早期在 几十年前 我们讲华登初上那个时代的时候 他还可以赚点钱在 所以他认识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 我见过一次面 那个时候他们讲说论及婚嫁 所以他当时存了一点钱 在钟永和那边就买了一个公寓 买那个女生的名字 可是在环境上班的女生 还没有退下来之前 他还是会认识其他的男生嘛 很快的 那个女生变心了 名字是他那个女孩子的 所以他空无一无 从那个房子进身出户 就回到他母亲这边来住了 那回到母亲这边来住的时候 又是一个猪脑的故事 外面欠了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他为了缴贷款也好 为了供养他这个女朋友也好 他赚来的钱就是 都在那个房子里面 养他这个女朋友 他女朋友就是他 一直跟我们讲是他老婆老婆 但他还没有结婚嘛 后来他为了搬回来他家里 就是改建成君宅改建成国宅 他娶了一个小他三十岁 快三十几岁了 才二十几岁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一嫁给他的时候 也是外籍的吗 外籍的 嫁给他马上第二 第二 我连请客我都没让他去 没去 他第二个月我要分财产 可是那个君宅 他妹妹还有名字啊 他母亲有一半啊 他妹妹有一半 他有一半啊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资格 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信用破产了 所以他名字挂在他妈妈那边啊 那个女生说我要分财产 他的太太 就为了这样 你不分我马上撤 就走了 跑了也不跟你办离婚 你要办你自己 你家的事也不理你了 所以到现在有时候他们 这几年有人去他家泼漆啊 喷漆啊 那左右邻居都是老邻居啊 都是老邻居啊 都是老眷村老妈妈啊 哎哟 你儿子 整个小孩怎么这个样子 开始有些闲言闲语 有话跑出来了嘛 他一直常常讲 但他说 那我的持份卖给我妹妹好了 他妹妹说 这是老爸的 我也不会跟你买 这是父亲留下来的 妈妈还在 我不可能跟你买 那他说 那我希望我妈妈赶快死掉 可是他妈妈讲 我的愿望就跟你赶快死 跟他妈妈面前啊 我的愿望就是你赶快死 我们子女比较好处理 所以他妈妈边听边哭 我们 听到他们的邻居 还有我们的同学 这样转述的时候 我都说 我实在不想讲说 你是我的同学 我说你就是一个陌生人 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宅 然后你可以跟你妹妹闹成这样 跟你的母亲闹成这样 而且妈妈都在 分什么财产啊 对 跟我同年到现在 我说你不结婚你就算了 可是你知道那么多麻烦 给你那快九十岁的妈妈 也很可怜 帮她洗衣服 帮她煮饭 九十岁 还帮她洗衣服洗饭 那也是干嘛宠这种垃圾 应该把她赶出去了吧 对啊 干嘛帮她洗衣服 还煮饭给她吃啊 妹妹嫁出去了 剩妈妈一个人 妹妹嫁出去了 妹妹也有她的好环境 她就自己九十岁 所以你要自己煮饭 自己在那边帮她洗衣服 那也没钱请外劳 也没生病 也没有资格去前外劳 你不敢她吓都吓死了 所以也不敢敢 可能也不敢说 讲一句重话吧 对这个可能怕被打或什么的 左右邻居 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孩子 怎么为了小小的一个国宅 会闹成这样子 对吧